欢迎您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1年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继第14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的资格赛 马上为您带来的是 另外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由江西的李诗峰对广东的雷兰西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 将会在明天的决赛当中去迎战孙飞翔 刚刚在上一场男单半决赛当中 湖北的孙飞翔是2比0 战胜了江苏选手陆光组 画面上方身穿白色球衣的是 广东选手雷兰西 他是左手持拍 而且也是师从著名教练汤仙虎 画面下方的是来自江西的李诗峰 两位球员一上来都还没有发力 彼此呢还是来适应一下 今天的这个场地和空间 李诗峰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名选手 身高1米82 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0位 他是在2017年呢入选国家二队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在亚青赛 还有这个世青赛当中都是打了团体 拿了2017年世青赛团体的冠军 那么他同时也是2018年青奥会 在阿根廷举行的这届青奥会的男单冠军 2019年他是拿了加拿大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冠军 以及第二届青运会的男单冠军 那雷兰西和李诗峰呢其实应该也算是同一批的球员 雷兰西是98年出生 2019年白俄罗斯羽毛球挑战赛是拿了冠军 同样打了2016年的世青赛的这个团体 李诗峰是六岁开始打球 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 也是他在羽毛球道路上的启蒙老师 那么他出道不久之后呢 也会被球迷誉为是林丹的接班人 因为他此前也同样是来自于八一队 那雷兰西呢更是师从于汤仙虎教练 而且同样也是左手 所以在他成长的道路上 其实他们知道也会给他讲很多 从前执教林丹 还有在林丹身上发生的这种故事 漂亮 头顶区 杀斜线 上手 三 点 二 开始 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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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机 上一拍的控网铺垫得非常好 导致雷兰西回球不到位 给李世锋突击下压得分的机会 放网 四 三 控网之后又是李世锋的抢弓点杀直线得分 党员王 漂亮 又是在被李世锋突击抓了一拍 再次的杀直线得分 放网9 4 5 嗯 发完球之后直接起跳抢弓 杀球之后上网的这一拍没有能够连关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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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锋的打法当中 控球还是很细腻很稳健的 而且脚步也比较轻盈 还是挡网推扑 漂亮 那雷兰西的这个回球啊 很多时候挑球都挑不到位 所以李世锋这个杀起来呢 也比较的轻松 放网 还是限制雷兰西的后底线 这球推出了界外 幻发球 6 0 9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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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顿的放网 杀伤网勾对角 拦掉下来 漂亮 最后是一个批掉对角线 被拦戏再追回一分 上方在刚刚的这一分当中 也是形成了多拍 体能还是有一个快速的消耗 必须得擦擦汗 稍微缓一下 清啤酒 清啤酒 四 浅 清啤酒 十 不得了 我可以做一个换力 一把换力 这个换力 她们的换力 一把银行划 这样十一比七 李师峰领先四分 双方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一号场地二十秒 一号场地二十秒 继续比赛 十一比七 双方球直接推了一个后底线 八比十一 反击 挡网 抓推球 往前的一个推扑 抓抓球 四二比八 批掉对角线 钓伤网 这个球直接被抓了 抓 八八九 九比十二 还是出手的一个假动作啊 有一点晃到了李师峰 导致他的这个二次判断之后回求质量不高 十一比十二 十一比十二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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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上了 把角度调开 漂亮 线路拉开之后呢 也是让雷兰西抓到了一次抢攻的机会 限制了李世锋的头顶区 配合着杀直线 这阶段雷兰西持续的追分 现在分差缩小到了一分 一分钟 十四 十一 十四 十一 新人 可能刚刚这个地方有一点汗水啊 所以李世锋在第三拍启动的时候 脚底下有一点打滑 十二比十四 批掉对角线 十三比十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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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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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球接得不好啊 这球挑得也不到位 雷兰西直接投顶区 杀这个滑板杀斜线得分 比分先追平了 再停顿的一个放网 再杀 这个球防得不错 劈掉对角 出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犹豫了 对于是给斜线还是给直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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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抽到 软压一拍 雷兰西还是通过这种轻重的变化 包括节奏上快慢的变化 去拿分 并不是说每一分 每一拍球都要去发力 好 好 参观球 十六 李欣勇 好 放 在上一届全运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雷兰西还没有进国家队 相当于是广东队的一个替补 那次呢 他跟偶像林丹也有过一次交手的机会 那刚开始学球的时候呢 雷兰西的力气比较小 所以他就习惯用甩胳膊的方式去打球 汤志导呢每天也要去纠正他 到后来想了一个什么办法 就是去买一瓶酒 然后把酒倒了 用沙子装满酒瓶 然后拿着瓶颈去练习挥拍 这是一场卷子装满酒瓶 还要不让你来 你来看 你已经早点了 能不能有点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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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局末关键的这几分 两个人的发挥 这推球不到位 李世锋直接抓了一排突击 快发球 18 17 18 快发球 18 58 李世锋 加油 李世锋 加油 李世锋 加油 出锋 19 比18 19比18 雷兰熙比分反超 demons 劈队脚 这个球没有能够过往 双方比分再一次的打平 19比19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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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点 快点 来 一 一 快 挡网 控网 平抽档 再次的放网 网口的争夺 速度很快 这一个半场球 把球拉起来反击 Go 雷兰西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二十比十九 走 加油 走 加油 走 加油 二十比十九 快 快球挑给对手 一个批掉 勾对角 球没有过 追到了二十平 李时锋也挽救了一个赛点 一个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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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很多的汗啊 李时锋这边球衣完全湿透了 一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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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是推出了底线 打 打 打 雷兰西再一次地获得局点 拖把后底线 在关键分上还是很敢去变化的 突然地偷发一个后场的平快球 果然是造成了李时锋揭发球直接下网 这样雷兰西是拿下了第一局22比20 这局其实赢得还是非常不容易 从开局比分一路落后到技术间接回来之后慢慢地追平 再到局末一路僵持住比分 最后两分的优势拿下了第一局 拜托 第二局 比赛开始 0比0 好 我们一起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第一局是雷兰西22比20 先下一场 双方球 1比0 对于李世锋来说 还是有些可惜 因为第一局一上来 尤其是前半局 他的比分还是一直处于领先的 球还是挑得不够到位 一比一 第二局的开局阶段 两位球员一上来明显还是有一个提速 也是在局间的时候 体能得到了短暂的恢复 男单的比赛体能消耗确实非常的大 漂亮 在局面上 想要弹一个对角线的后底线 这个球出界了 刷直线勾对角 再控网 批掉对角线 这一次刷直线出界的还是比较多 刷刷球 四 三 批掉一个对角线 刷球 四 雷兰西在比赛当中还是注意这种轻重的结合 包括对对手呢还有前后的调动 大法比较的灵活 点刷直线 反排高点位勾对角 再一次的刷上网 这球有些挂网 刷直线 限制对方头顶区 这是一个半场的机会球啊 没有能够把握住 当场上的运动员体能到达几点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体能的恢复能力就至关重要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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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四 直接抓了对方的推球快速的下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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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起跳之后的一派重杀直线 好 于是 这阶段雷兰西的这个体能了 感觉到了极点了 尤其是杀完之后连贯上网的这一下 速度比较慢 李时锋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 9比4 挡一个对角线 配合着点杀直线 再得一分 仗11比4 李时锋领先7分 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一号场第二十秒 一号场第二十秒 李时锋也是打球很容易出汗 所以刚刚的球衣都湿透了 换了一件技术间歇的时间 双方球员再次的回到场地上 第二局现在李时锋是大比分领先 十一比四 放网 两个人都是在网口处 苦事单单 李时锋最后一个推铺 突然的一拍变速 提杀对角线 他会走 十三五 十五 各位 破罚九 六比十三 六比十三 再一次的想要去批杀对角线 球出边线了还是出的比较多 几条的重杀 连杀两嗨 双方球十四 接下来 ến资 三 2 2 1 2 3 3 2 3 抓反击 第二局现在 李时锋还是有八分的 大比分领先的优势 还是杀完之后 上网的连贯没有能够跟上 重点点杀直线杀伤网 弹一个后底线 这球又出界了 两人拉开 再次的批掉对角线 扑花球 扑 所有 抓了头顶一个反击的机会 接发球直接推压 接发球17-19 篮西这球还是发的比较高 漂亮点杀直线 接发球10-17 两人拉开 队拉高远球 雷兰西甩先下压 再把球跳给对手 雷兰西方反击 杀球之后上网 再次的杀上网 雷兰西点杀直线 限制对方反拍的头顶区 勾对角 反拍过度 双方形成多拍 这球起跳之后 想要去批杀一个对角线 出界的还是非常多的 这一阶段呢 雷兰西逐渐地追分 两人的分差缩小到了六分 刚刚的一个长度拍之后 双方都必须稍微停下来 擦擦汗 喘喘气 十一比十七 漂亮 这是一个推杀对角线 三方 五一 起跳之后的一个重杀 十九 李时锋现在连得两分 再次的将比分的优势扩大 双方很有可能是要打决胜局了 勾对角 往前的调动的速度很快 十二 李时锋 最后李时锋 这个回球是被动出界了 他一定会有适合来 其实有适合 他一定会有适合 �뜒精彩 那 keywords 他一定会有适合 不得翻译 他一定会有适合 什么 你会有适合 你的适合 什么 我们凌亚 的适合 准备 迷失丰 李时锋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挡一个对角线 放大球 十三 比二十 这样第二局李时锋是21比13 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比1 接下来呢是将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迎战孙飞翔 孙飞翔是在早先的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当中淘汰了江苏选手陆光组 女主角还没有点凌路 沙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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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名刺史业 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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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一号场地二十秒 一号场地二十秒 好 两位球员继续回到场地当中 接下来是双方的决胜局 画面上方的是雷兰西 画面下方的是李时锋 漂亮一上来就是一个加力的一个杀直线 拦掉一拍 上完之后上网的这一下 没有能够连贯上 二一零 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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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决胜局一上来 两位运动员也是明显 相较上一局局末阶段 有一个提速 本排想要弹一个后底线 这就出界了 一 二 决胜局一上来 连续限制雷兰熙的头顶区 放网 四 五 二 同样也是反拍想要弹一个对角线的底线 也是没有办法把球控制在街内 李世锋这边申请换球 上网之后连贯的这一拍是一个幸运分 球是滚网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日风一个愉悦想去救球也没有能够碰到这一个球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球直接失误了 6比6 强网直接推扑得分 7比6 半场球 8比6 4比6是雷兰西起跳的一个批杀对角线 这局开局阶段也是有一个同样的得分 角度杀得很边 杀上网 第三次的下压球是直接下网了 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这场比赛都非常的艰苦 是一场熬战 则凉取 狂一uka 两个人拼抽档 再放网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把球起高球 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挑到位 李世芳直接杀直线 空当得分 一个半场球 冰箱 加油 冰箱 加油 冰箱 比分再度地僵持住 两个人现在 决胜局势来到了九比九 回放这球太高了 直接李世芳抢往推扑 加油 加油 比分反超 这样11比9 李世芳领先两分 双方进入到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然后再次复养 一刀 继续 一刀 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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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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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一刀 二刀 一号场地 二十秒 继续比赛 十一比九 快 好 放拌球 十 比十一 还是王口处的争夺 把李时锋反拍的推扑得分 加油 这球抢王抢得也很果断 软荡一拍 后退当中脚下差一点摔倒了 还是很危险啊 这个应该也是场地上可能有汗水 对于其实所有的运动员来说 这个向前的步伐都会更加简单 向后的话 就人的这种空间感会很难以把握 所以在后退当中再去发力发动 其实是比较难的 有点跟不上速度了 追到十二平 两个人的平抽档 某一个对角线 弹底线 这次的披杀也是出现了失误 打到这个阶段 两个人的体能高度消耗的情况下 再去杀球的话 命中率肯定没有一开场的时候那么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比拼的也是两位运动员 关键时刻出手的这种成功率 各自的杀球都有失误 还是平分 13比1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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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球 准备 十四 十三 好 flood 好 好 二块球 十四 十四 加油 加油 李志冲 换球 好 李志冲这边反击 挡网 勾对角 限制头顶区 漂亮 十五 十四 好 这一分当中双方也是形成了多拍啊 多次的这种攻防转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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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李志冲还是稍微有点着急了 这个球杀出界了 打到这个阶段 两个人想从对方手下每拿一分呢 都非常的不容易 球又是跳出了底线 这时候也是要尽量的去避免自己的这种无谓失误 因为在得一分很不容易的情况下 如果随意的丢分 其实也会比较的伤士气 越来越接近局末 当然还是平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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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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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过渡 分对角 推底线 李志峰这边有两分的领先优势 李志峰 李志峰 这球直接起跳杀直线 李志峰加油 加油 李志峰 比赛接近尾声了 就看两位球员谁的那口气 能够顶得更长 这时候也是意志力的比拼 18 18比15 李志峰领先三分 漂亮 刚刚也是抓了一个半场球 点杀直线 李志峰加油 李志峰加油 十七 十八 雷连西这边也是不甘示弱 主动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 而且能缩短拍数 一有机会就起跳杀球 现在分数分差缩小到了一分 这球接杀得不错啊 刚好是落在了线上 造成了李志峰的判断失误 再一次的追平比分 快 十八比十八 非常关键的一分啊 拿下之后李志峰也是怒吼了一声 这还是一个气势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回放了刚刚的这一声怒吼啊 因为前面连得三分之后 又被对手追到了18平 这口气其实一直是压制着 天缆挽势球 队后无法突破 走 你让他认识得要这些 你让他认识到他 那些百分之投 众打九重 当他认识了 十八分之后 漂亮 雷兰熙关键时刻还是非常的敢于出手 追回一分 加油 加油 还是持续的保持主动保持进攻 拖罚后场 放网之后主动的下压 追平了 连续的挽回了两个赛点 李世锋这边追到20比20 这场团团半决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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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球员现在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20平 由广东队的雷兰熙发球 就跳给对手 劈沙对角线 再次的杀直线杀上网 连续的杀球没有下分 再次的杀上网 看看有没有反击机会 一个批掉 哇 雷兰熙连得三分 现在是夺回了赛点 二十一比二十 剧情又发生了逆转 继续比赛 继续比赛 二十一比二十 继续比赛 雷兰熙连的赛点 雷兰熙连的赛点 有了杀重录追身 这样雷兰熙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啊挽救了两个赛点实现了逆转二比一战胜了李诗峰这样呢他也是进入到了明天的南单队阶 绝赛当中那么在决赛当中他的对手将是孙飞翔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得一波三折好我们也稍时休息 绝赛 谢谢观看